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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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你下班了 你怎么在这里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放心 你老公不在家 丁娟 你别玩了 你想喊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人家忙活半天为你做饭 你什么态度啊 等一下 我来拍一下 吃一口 你尝一口嘛 好吃吗 嗯 是你老婆做的好吃 还是我做的好吃 你知道她不会做饭 你知古味 那你觉得是她好 还是我好呀 当时是我老婆好了 真的 嗯 那我要是告诉你 她背着你 偷了你五十万块钱 你说是她好 还是我好呀 你说什么 她从你牌里取了五十万 不可能 她没有我密码 是我告诉她密码的 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 就算分开了 密码还是我的生日 1984年6月6号 184066 初风 你真的很痴情 我比以前更爱你了 哎呀 说正经事 别弯了 真的还是假的 你自己去查就知道了 她 她拿这么多钱想干嘛 做生意呗 她问你要你不给 人家只好自己去了 你明知道我不让她做生意 你还给她密码干嘛呢 丁娟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是不小心说知道你银行卡密码的 她一直追着我要不厌其烦 人家只好从了她 别跟我来知道 丁娟我还不了解你吗 是 是我故意告诉她的 我承认 初风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敢还不行吗 你打我了 你打我了 谁 你知道我回来干什么的 我就是要看她的笑话 我就是要让你讨厌她 我就是要让你跟她离婚 然后跟我结婚 初风 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爱你 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我去吧 我开心了 我叫你 我不行 我不行 到你了 你那里 我也不能 我忘了你了 喂 老公 你在哪儿 马上回家了 哎 行 吃 阿姨 那我吃了啊 吃 吃 吃 别客气啊 妈 哎呦 你走这么长时间 我可想你了 每天吃不好吃不好 尤其我都喂 都跟我抗议了 你看我瘦了 瘦点好 你看你 一天除了吃啥都不想 就这些日子 你看都上了标了 你说说 应该饿你两天了 哎 别最后长得跟妈这样 人都没人要你了 是不是喜怒啊 阿姨说的太贵了 快吃 快吃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今天喜怒是主角 你别就光顾自己吃 你得照顾好喜怒 是不是 阿姨 我没事的 应该我来照顾他 这个 不找不着 不那么大人了 还用别人照顾 那你那么大人了 妈不是天天照顾你啊 啊 快点 给星光加菜 快点 快点 加菜 哎 这就对了 手加点干啥呢 那个 亲友 给你建议啊 这个 这个 明烈啊 有的时候 他就是不太懂事 是吧 可是他心好 善良 是 是 我跟你说 你跟我学着点 你看那时候 把照顾得多周到啊 是不是 我俩 手 手 手说两句 这个孩子 行 你猜猜 阿姨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呀 我 我猜不着 不会是想我 最喜欢吃什么菜吧 不是 阿姨是在想啊 你看 你爸跟你妈 有你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是不是特骄傲啊 啊 妈 你不是说 吃饭的时候 要少说话吧 说话多了 对小话不好 不是 你看 你这孩子 你快吃了 妈 你这孩子 吓我干嘛呀 哼 老公 回来了 我查了一下 我银行少了五十万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说话 钱呢 我 收房子了 开店了吗 赚到钱了吗 还没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我不是告诉你 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你去把那五十万 马上拿回来 我错了 错 你现在知道错有什么用 当初干什么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我是为了帮小娟 嫂子 你不要拿我当挡箭牌啊 我现在后悔死 告诉你密码了 定车 哎呀 哥 你看他 自己犯错还怪我 定车 你敢再说一遍 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就是跟我没关系 就是自己办 喂 你 哎 疯了吗你们两个啊 没有规矩了吗 我告诉你 现在责任不在他 是你身上的问题 是你骗我 我跟你结婚才多久啊 背着我偷我的钱 你居然敢这么干 你 我跟你还怎么走下去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老公 老公 你还跟过来干什么 还不回家 刚才是我妈不好 她这个人说话就是口无遮拦 她不应该提你们家的事 妈其实挺可爱的 她说的也没错 一味逃避 本来就不是办法 陆总 你不会生气 我是那种人吗 其实啊 所有人都觉得 我拥有了他们所得不到的东西 却没有人明白 其实我心里真正想要的 不过就是 你和你妈那样的 最平凡的 最触手可及的幸福而已 不过就是 回到家 一碗饭 两碗饭 又让你了解我更多了 你该更爱我吗 想什么呢你 不行 是啊 穿着一身的名牌 却丝毫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陆星诺 原来你也有如此落寞的时候 谁看到现在的你 会不心疼呢 我要去理书院去坚持 我先走 你先走 我先走 妈,你从韩国回来不累啊 你赶紧回屋睡觉吧 不累,咋不累啊 可妈看你心弄那小伙子也够了 立马就轻松多了 那心咕咚就掉到肚里去了 现在胃口也好啦,吃慢慢香了 妈,您饭也吃了,人也见了 您总该满意了,是吧? 赶紧回去睡觉 妈想跟你闹活了 闹了,妈,我也累了,我想睡觉 好,来 好,来 是不是将来法律也要规定 不结婚也有罪啊 我 communities 噓 难道 这是您的东西吗 上天出镜的 筷子呢 妈 都怎么又不敲门啊 我说咋看那么眼熟 来宝贝 等一下 喝几口 喝几口 林啊 你看看 你要是早看了 妈从世纪家园 给你弄的她这些资料 你不早就认识她了吗 是吧 说不定 你们现在已经把混都结了呢 妈至于吗 就一资料 我跟你说 这都叫缘分呢 林啊 在你俩没把那大红尾尾 拍在妈眼前之前 妈的心 我给你说 都悬在这嘎 知道不 妈的好姑娘啊 加油啊 不光妈呀 爸在天上 不是也盼着呢吗 是不 我的妈呀 你能不能让我消停的话 你现在咋能消停啊 啊 你要是卯足了劲 一鼓作气 向老虎扑实 把她拿下 啊 你这一消停 就那些丫头 呼啦啊一下 都扑上来了 到时候你后悔的晚了 妈 拿下 一定拿下 嗯 那您是不是应该让您女儿 踏踏实实的睡个美容觉 明天一早 容光焕发 精神百倍 把她拿下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妈跟爸爸可都听着了啊 啊 把她拿下 啊 一定啊 把她拿下 耶 耶 睡觉吧 妈也睡觉去 啊 啊 啊 少得再睡啊 啊 给他剧差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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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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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条街 我没兴趣 我们陆总 每次到这儿来 没有自己固定的地方 怎么说 小湘玉早就等着了 在哪儿啊 一起去 走 好啊 走 陆总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你不去干什么呀 你别听吴老板瞎说 我们也就找地方 喝喝东西 听听歌 没什么其他的事 旅人一起来没关系的 走 不是 我太累了 我想早点回去休息 我想回酒店 行吧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 欧玲啊 你把刘小姐送到宾馆去 好 谢谢啊 好 不等我们去找找 行 看来小湘玉早就等着了 我 我 我 流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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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娘不准在胡思乱想 你就是想胡思乱想 你总是胡思乱想 这样不合适你的缺点 我要改 我一定要改 他这种人 除了那些错证复杂的 女人网关系之外 他是一个极其危险 这个危险 决定的话 这决定不能靠近 绝对不能靠近 不能靠近 不能靠近 我还没走 来来来 这块就是什么手 这个整个工作的建筑情 而且很好 我还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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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人 我还没走 我还没走 郭总 你好 你是来博弈勤的吗 是啊 他人呢 他已经辞职不在这场了 那他去哪儿唱了 这个还真不知道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听完就想走 我 你不会真的想着我吧 你觉得吗 是我表达能力有问题 还是你没有理解我的话 你觉得吗 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对你这些音乐失去兴趣了 请拿我寻开心啊 首先谢谢你 刚刚你弹的那首曲子挺好听的 但是其次对不起 作为你的下属 你根本做没有意义 为什么听起来有股火药味啊 看你的意思是 咱们俩以后都只能谈公事了 答对了 行 那就谈公事 通过切实有效的广告安排 合理安排广告的频率费用 我大概 企划了几个步骤 是这样的 第一个步骤 成立策划小组 陆总 您到底在您在听我给您汇报 听着呢 在看什么 我说 你到底是不是个女人啊 你的衣服 怎么能乱成那样 别让我坐下 别 咱们现在是工作关系 我以上师的身份命令你 坐下 坐 这样紧紧有条 看起来舒服多了 咱们陆市地产场的女职员 是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素质呢 你又不是我妈 又你管我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要是听完我给您汇报工作了 你就出去 最后你把门关上 说起伯母 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 跟她报备一下 说咱们俩 正在同一个酒店房间里聊工作 她应该会很开心 陆西诺 你们俩为什么把电话都留了 给我 给我 你不听你打 你拿着 我别让我听了 给我 给我 给什么呀 给我 嗯 电话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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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我告诉你啊 你如果再敢吃我的豆腐 我保证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别动 我保证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让你免费看了这么久 有没有一点心动啊 你说什么呢 明天就是你抱我抱这么久 像你这种人狼 这种人直面不知心 怎么好像搂着我不放呢 是你才对吧 马远 喂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我走了 也不舍得我 我妈妈 是你才对 你才对 我尽管 哎呀 我尽管 的 只是你才对 老公 老公 干什么 这个是我这几年上班 赚下来的钱 不多 十几万 你的奶 你给我干嘛 我为什么要你的钱 我没有尽你允许 就用你的钱 是我不对 房东现在不给退房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些钱不够 大不了我再回去上班呗 以后慢慢还给你 老婆 你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 我生你的气 不是为了钱 我知道我十万 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过你老公我呢 还是能赔得起的 重点是 你用不光明磊落的方法 把钱拿走 我知道你要开店做生意 没有错 我不给你钱 你可以跟我理论 把道理讲明白吧 你可以跟我发脾气 你骂我 我都可以接受 你就是不要骗我嘛 那我以后还怎么能相信你呢 老公我知道错了 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 其实 我嫁给你真的不是为了钱 这次我也真的是想做件事情给你看 你不知道一个人在家里无所事事 特别无聊 我这次是有点着急了 好了 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就好了 我告诉你 不能再骗我了 卡拿回去吧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可以拿老婆的钱呢 那你不生气了 过去了 不过我今天中午脾气是大了一点 马公你放心 我会记住这次的教训 以后我什么都不想了 就做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 在家做饭 等你下班 睡觉前给你放洗澡水 我保证给你一个温馨的小家 有理想是非常好的 不过距离还是很远呢 为什么 难道你觉得我连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的能力都没有啊 好 别的我不说 先说做饭 你不觉得你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吗 那我可以学啊 你不懂 我们女人啊 为了心爱的男人 什么都可以牺牲 什么都可以改变的 好吧 那我等着你叠变 顺利涅槃 保证完成任务 哥哥 别生气了 路总 慢点啊 路总 请慢点啊 路总 请慢点啊 你跟他轻点 轻点 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能定了 对 知道吧 琉璃啊 你还没睡啊 又去一趟快来 应酬嘛 没办法 路总啊 总是一喝就多 什么一喝就多 他一瓶就多了 你怎么知道的 快把他扶进屋吧 快 快 路总 走吧 干嘛 回去吧 回去吧 你房间在那边 你放这个 这是房间 你房间在这边 让人看的影响不好 你房间在那边 在那边 走吧 回去吧 朱总 你怎么知道 你要离开我 对不对 你说什么呢 我都没跟你在一起过 什么叫离开你 有没有告诉过你 你生气的样子 你很好看 你生气的样子 你生气的样子 我打開不定輸了 来 阿们 若地 若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啊 刚好 一起试试色看 马云 她怎么了 你笑得怎么样 你是不是昨晚被留人做怎么了 路总 昨天晚上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难道是我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这个 路总 其实我什么都没看到 真的 我什么都没看到 有点尴尬似的 走 有点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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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尴尬 尴尬 有点尴尬 我去那边吃 往哪里一块吃吧 吃饭吃吧 老爷 你昨晚喝多了吗 我没喝多 我喝的少 那我怎么回来呢 我扶你回来的 不然就扛掉了 我脑袋糊涂了 我全忘了 我怎么回来的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刘灵 昨天晚上你有印象吧 我又没跟你去 我有什么印象 我昨天晚上 一个晚上在房间看电视 我就看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流氓 花天酒地活 来调戏良家少女 不过还好 很多打包不平的人看到呢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除了他的筋 二匹的皮 可贵 做什么事情 我赢了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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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